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卤肉饭来吃 准备一块的猪肉 我本来想买五花热的 但是没有五花热卖的 我就只买了猪肉 这么一点猪肉 准备做来吃 配点洋葱 香菇之类的 现在我先把那个蛋下去煮一下 煮熟了 煮上两个蛋 这不用盖过 盖过以后我怕这个蛋会爆开 我们配一个洋葱 洋葱的话它是蒸香的 其实洋葱是个好东西 只是它没心而已 上海青 上海青是不是采地在上海 所以这叫上海青 洋葱洋芋这些是不是因为 从洋人那边过来的 所以这叫洋葱洋芋 我们这边就是大葱小葱 像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 没有苗语了 像小葱的话还有 就叫窝葱 但洋葱就没有了 也就是后来记过来的 这个菜 以前我不知道 你这个上海青这个菜 我觉得它有吃不怪 但后来是挺喜欢吃的 切洋葱 我们切洋葱切丁丁 我之前看到朋友说评论 我吃了一双好几百块钱的鞋 就是那个AB牛逼的那个 其实那个我是花了 好像是150块钱两双的买了嘛 是地摊上的嘛 别拿过来买 洋葱切好了 我们再切点香菇 香菇也是切丁丁啊 这个好像叫河蝎菇还是叫 我叫海蝎菇 其实我现在觉得现在的生活都挺好的 嗯 现在就是说只要你不懒 不要好吃来做 洗快一点 都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的 当然你好吃来做吃喝嫖赌 那就不知道了 咱们切点姜末 要切末末啊 因为咱们做的是卤肉饭 所以要切末才好 再把蒜拍一下 蒜也是切末末啊 我们两个母鸡蛋煮熟了 给它捞出来 放在水里面也才好过啊 然后再把这个热热切一下 有些朋友说不喜欢吃肥热 一定一个肥热都没有 可能是以前吃肥热吃多吃腻了 或者是口味不一样吧 这个盖锅脏的 我们把这个肥嘎嘎切完了 然后我们再切瘦嘎嘎 磨刀不误切猪公 锅里加入菜籽油 洋葱下去炸 这洋葱呢 越炸越香 再不要炸焦焦就行了 我们炸一下 把那个香味给炸出来 把洋葱给捞出来 把洋葱炸一片 把洋葱炸掉 把洋葱炸掉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肥猪油下去 炸一下 把洋葱炸出来 再把洋葱炸一片一起爆香 香味出来了 热肉下去去 香菇 香菇 香菇放的比较多 再把洋葱下一片 洋葱炸 桂皮香叶 蚝油 生车 老车 再来点黄豆酱 再来点黄豆酱 好 咱们灵魂白糖来了 7449粒 加水 摘一点点 不要太多 咱们剥上两个老母蛋 这是鸡的 是老母鸡蛋 我说错了 来 把这下锅 这给你搞鸡去 放上 好 盖起来 大概煮个40分钟吧 把这样煮的汤汁少了就可以了 看一下怎么样了 哦 这个快好了 味道不错 好 准备出锅了 出锅了 我先 再搞个西红 去带它 我自己做的卤肉饭做好了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够 因为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嘛 我就是看 有朋友给我说 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 味道那是挺好的 嗯 吃起来就是铁铁的 热香味 伴着米饭就是比较下饭嘛 这里呢还有一碗汤 熊丝带汤 等这个吃完再喝汤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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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我爱吃的热爱吃热的人来说啊 我发现这剩一剩磕的要死 你看他他煮这熊丝带他油都不放都看不到油 放的放的 好像放的很少很少 在卤肉饭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想着可能不好吃 越甜的嘛 然后我一吃一咔下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停不下来了 吃完了咔有越香嘛 就是还想甜甜下嘴巴 吃了就行 我给你吃得多了 吃得太多了 吃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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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好吃了 再来一点 多吃点鸡蛋补充蛋白色 我吃吃饱了 是一次大为吃 看留了这一点 他说他够了 他吃不了太多 他说怕跟着我 到时长胖了 每天都在控制着自己的食量 身材也比较不错的了 不像我这样 胖子就吃出来的 我感觉我这个吃出来的 如果不吃的话 我也可以射的 但是我感觉做不到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也受到你